距离农历春节只剩不到一个月 民众纷纷安排出国旅游 但如果班机是长荣航空 恐怕会面临及时罢工 罢工投票永远 1月22号开票后 就会揭晓是否取得合法罢工权 为了避免旅客到机场才扑空 工会最迟将在罢工的24小时前预告 汪国裁则透露民航局已经成立应变小组 以不罢工为前提 协助双方沟通协调 不过现在结果都还没公布 旅行社业者就已经急得直跳脚 业界各团航班长荣华航各占四成 其他两成则是新宇虎航等 确切会影响多少航班 目前仍是未知数 但看看2019年长荣空服员罢工 17天就取消了1439班航班 这次若只能罢工 影响层面将不容小觑 春节期间的机位应该差不多 该买完都买完了 春节期间的这么旅游 算是一年当中最高峰的时候 旅行业是完全没有应变的能力 不少旅客心好慌 已经在打听能否退票 真实性的退团或者是退票的状况 是还没有发生 不过倒是增加了很多的电话询问 因为那次还不是过年 所以那次的状态的话 也已经是有两三亿之上 过年这一段 事实上它要调整因应的难度是更高 而先前同样喊着春节罢工的高铁 19号劳资双方二次协商达成共识 总长金额超过六个月 史上最高 Bug問題若没妥善处理 最后苦的还是无辜的乘客 记者张照鹏 曹文宁台北报道